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國家壞到的極出 人類苦到的極出 天下黑暗到的極出 天下黑暗到的極出 老公萬歲 老公萬歲 決勝萬歲 老公萬歲 十月革命一聲炮劇 給中國送來的馬克勢主 我們中國一大代表 13個人平均年齡28歲 大會的第一個議題 決定黨的明稱中國共產黨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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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穿珠布長衫敲門進來 十幾分鐘之後 法租界尋普就包圍河搜查了回場 回頭看是為了朝先生 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 不忘初心是為了風機使命 各位好 歡迎收看 今天的《鳳凰大視野》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 成立100週年 本週的節目我們將帶您 一起回到1921年的那個夏天 1921年7月 在中共一大的現場 由於法租界尋普防密探的闖入 中共一大不得不暫時休會 在休會一天後 參會代表坐上了 前往浙江嘉興的火車 嘉興在上海周邊的城市中 並不算突出 那為何代表們會選擇嘉興呢 那他們又是如何實現順利轉場 完成中共一大的閉幕會議呢 其實這與一大幕後的一位女性有關 1921年7月31日 上海漁陽禮二號的新青年編輯部內 氣氛有點沉悶 經過昨晚的風波 望至路上的理工館被尋捕監視了 最後一場會議 暫時沒有地方可以召開了 15名代表裡沒有一個上海人 倉促間在上海尋找一個隱秘而合適的會場 並不容易 上午陳公伯夫婦驚恐之中去了杭州 於是有人也建議去杭州西湖上開會 但路途太遠了 當時上海南下的就是護航鐵路 上海和杭州的一個最便捷的交通 有人提去到杭州西湖開會 因為那裡遊客很多 這種會議就是不引起人家注意 但是另外一個代表就反對 就是說杭州那麼多人路程又遠 而且在這裡開會都被人家發現 在杭州開會也很容易暴露 就美乎地通過 當時上海到杭州的火車 需要六個小時 如果去杭州 一天之內是無法完成會議 並當天返回上海的 這時會場唯一的女士突然插話 可以去浙江嘉興 嘉興那個位置在上海和杭州這個 這個當中 位置比較適中 前往嘉興只用三個小時 而這個名氣不大 人口較少的城市 無論是各路軍閥還是租借尋捕 都不會注意到 顯然這是個好主意 出這個主意的 是一直為他們端送茶水的女士 王惠霧 她在新青年編輯部並不奇怪 因為從1920年夏天 這裡就是她的住所了 這時候前來拜訪陳獨秀的張國濤 對此記憶清晰 1920年初 王惠霧做了辛亥革命元老 黃欣夫人徐宗翰的秘書 陳獨秀到達上海後 與孫中山等革命者交往密切 於是王惠霧結識了陳獨秀 為新青年雜誌社做了大量服務 隨後王惠霧接受陳獨秀妻子 高軍曼的邀請 住進了俞陽裡二號 事實上成為新青年雜誌事務人員 她與李達都是借住在陳獨秀家裡 所以平時經常是幫著李達 我們說是抄錄各種文稿 由衷的她是非常地敬仰 李達的信仰包括學識 那麼李達也是非常地欣賞 她對這種新思想的追求 所以兩人就是由相識 敬而相知走向相愛 王惠霧與李達的婚姻 是她長期追求自由解放的結果 她接下來把好友楊淑慧介紹給周佛海 她就證明了這一點 王惠霧剛好跟李達結婚了 她覺得她自己的生活很美滿很幸福 找一個志同道合的人 對她來說是好的一件婚姻 所以她想讓她這個閨蜜 楊淑慧也有這麼一個結局 楊大小姐也是上海一個總商會 一個主任秘書的女兒 也是一個很新潮的很進步的 受過教育的這麼一個女性 從辛亥革命開始 革命者就重視婦女的解放 新文化運動中 陳獨秀 胡適 李大釗等人 更加重視打破婦女的枷鎖 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陳獨秀更是認為 婦女解放必須依靠社會主義革命 在實際的生活中 革命者也親身經歷婦女被壓迫的實力 1919年11月 常殺一位名叫趙武貞的女子 遵父母之命 出嫁給不認識的人 反抗無效後 在花轎中自殺身亡 親歷此事的毛澤東 對這件慘劇非常憤怒 她就在大公報發文章 特別是有一個趙女士的事件 她一臉寫了十幾篇文章 不過 王惠霧不是等待被解放的女性 她的父親早逝 自青年時她就獨立謀生 贍養家庭 是當時罕見的獨立女性 她參與革命活動 是想真正參與女性的解放 1922年2月 李達與她在陳獨秀的支持下 創辦了上海平民女校 這是中共歷史上 第一所專門培養婦女幹部的學校 這所學校接受了徐宗翰的捐助資金 回到1921年6月 她已經去拜訪徐宗翰 但她是為了另外一座女校 博文女校 一大召開在籍 東道主上海的代表李達李漢俊 自然是忙著大會的籌備 王惠霧就決定為二里分擔任務 是領受了 想安排代表時速 包括選擇像開會地點這些的事務 為了不被監視 籌備者把將要來到上海的代表 成為北大暑期旅行團 在那個年代旅遊已經興起了 譬如說上海銀行最早就成立了旅行社 北大暑期旅行團都是學生 自然不能住昂貴且人員分雜的旅社 如果住在一起可以統一管理膳食 還能保證會議的保密與安全 王惠霧想到了距離理工館不遠的博文女校 徐宗翰是女校的校董 而校長是黃少蘭 又是一個獨立的革命女性 當時博文女校校校長 黃少蘭是參加過辛亥革命 曾在上海組建叫女子軍事團 並且是出任團長的 因為她這個學校關係比較厲害 像徐宗翰 黃欣的夫人 湯國梨 張大元的夫人 總之都是辛亥革命元老的這些家園 在那辦的一個需要 主意已定呢 王惠霧就登門拜訪了黃少蘭 畢竟內外有別 該保密的還是需要保密 所以王惠霧說 這是北京大學蜀卿旅行團到了上海 他們都是里達的朋友 托我來租借女校校校舍作為下榻處 如今女校放假就請給個方便 黃少蘭是非常爽快地就答應了 7月初 各地代表陸陸續續到達了上海 13個人中有9個人住在這裡 7月23日一大會議開始後 王惠霧又成為保衛人員 王惠霧也來到了女校 她是坐在陽台上邊搖芭蕉扇 邊注視校門及上樓來的方向 會議期間 楊書惠多次來到博文女校 尋找王惠霧和周佛海 這位日後埋下一個伏筆 王惠霧勤快與細緻 給與惠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 當她提到自己與佳欣的關係時 包括馬林在內 立刻同意了她的提議 王惠霧晚年曾經回憶 當她向黃少蘭提出租用博文女校時 黃少蘭疑問深長地問道 是不是過激黨 王惠霧一笑也回答道 我們不都是過激黨嗎 辛亥革命時 徐宗翰 黃少蘭曾親自參與製造炸彈 並與士兵一起衝鋒 王惠霧的回答講得正是他們當年的事績 王惠霧不會製造武器 那她又有什麼優勢 讓馬林等人相信去加薪是最好的選擇呢 王惠霧出生於浙江著名的水鄉烏鎮 在行政上隸屬於加薪 她在青年時期更是在加薪讀師範學校 對於加薪的地理環境 人文風貌 了如指掌 她也在加薪認識很多朋友顧交 她的丈夫李達也表示 這是個好主意 那麼李達當時是贊同了妻子的提議 說南虎我也去過 雖屬風景名勝 但畢竟是在縣裡的小區處 像官兵的密探 一般是不會到那裡去 還是很安全的 馬林在聽了劉仁靜的翻譯後 立刻表示同意 王惠霧立刻提出前往加薪的方案 而且她這種擔當表現得非常細緻 細緻到什麼程度 不要同時一呼呼呼 一下子就擠火車站 容易被發想 危險 要什麼 分批 而且不是一天分 是分兩天分兩批 就是一天一批 另外一天一批 王惠霧的周密考慮令馬林也十分驚嘆 為了確認出發的時間和購票 王惠霧又親自前往了火車站 王惠霧專程去上海北站 瞭解第二天去上海 開往嘉薪的客車搬次的時間 其他代表也分別做了必要的準備 8月1日早上 王惠霧首先登上了前往嘉薪的火車 三個小時後她到達了嘉薪 她首先找到了嘉薪中學的孔令靜 孔令靜領著王惠霧租了一條畫房 據王惠霧回憶 當時準備是租一條大的 但他們說租大船要提前一天預定 現在大的已經沒有了 那麼只有中號船了 便租了一條中號船 孔令靜則是這個毛洞 就是神彬兵的小舅子 就是他的夫人孔德子的一個堂弟 而王惠霧又是這個毛洞的一個 所以就有了這一段親戚關係 毛頓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之初的 重要成員之一 王惠霧是否與毛頓溝通過 現在已經無據可查 但毛頓對中共一大的進程是非常了解的 租好船之後 王惠霧又來到南湖附近的淵湖旅社 開設了兩個房間 他的其實用心的考慮是 假使今天不能結束會議 那就在這裡過夜了 免得到時候再為住宿去操心 一切妥當之後 王惠霧返回上海 8月2日早晨 12名中國代表和王惠霧分成兩批 前往嘉興 他將董碧武和舒衡 兩位年紀較大的代表 安排在頭等車廂 其餘的代表則分散在幾些車廂裡 叮囑他們不要往來的這個串聯 少於別的乘客閒話 以免招來意想不到的麻煩 馬林和尼克爾斯基並沒有前往嘉興 作為外國人 他們出現在嘉興南湖太顯眼了 到達嘉興後 王惠霧將一大代表領進了淵湖旅社 第一批代表到達嘉興後 先在淵湖旅館稍事休息 王惠霧還帶了幾個人 登上了南湖名聖的煙雨樓 進行觀察周圍的環境 選擇畫坊華營路線和停靠地點 嘉興南湖也名淵陽湖 風景秀美 早在兩宋時期 就是江南著名風景名勝 清朝時期乾隆皇帝六下江南 多次登陵湖心島的煙雨樓 賦施紀念 後來還在圓明園中複製了煙雨樓 但一大代表無心觀景 更注重是否安全 第二批代表到達之後 大家一起來到了湖畔 通過百度的小船 登上了事先租訂的畫坊 上船之前 王惠霧心繫如髮 特意從淵湖旅舍接了兩副麻將 並在旅舍預定了中午飯 上午十一點鐘左右 所有代表都到達船上 中共一大閉幕式會議正式開始 王惠霧依然擔任保衛工作 所以他在打扮成一個歌女一樣的 一邊看 觀察周邊的情況 而且中备如果發生什麼事情 就給人家通報敲一敲 你就知道什麼意思了 一邊看 1921年8月1日 嘉興南湖遭遇颶風 不少船隻被風吹翻 颱風過後 南湖上遊船稀少 不過依然有一艘氣船經過 王惠霧就急敲船板 因為在它的概念之中 可以說快速靈活的這個氣艇 它當時是屬於軍警專用 所以又一次它是敲響了 我們說船艙的這個壁板 船艙裡的代表趕忙拿出了麻將 稀里哗啦搓了一陣 氣船遠離後 會議又繼續進行 到下午一點多鐘的時候 王惠霧讓船老大划著 我們說脫梢的這個小船 把預定的韭菜是送來 即便吃飯時 王惠霧為了安全也沒有燒離船頭 午飯過後 會議繼續 經過7月30日的風波 又在煙雨如化的江南風景中 餐會代表不再固執己見 會議進行得非常順利 當時這個包惠森 劉仁靖 張國濤 在會上他們的觀點是偏左的 而李韓鈞的觀點 後來被蘇聯和共產國際的代表 稱作一大上有害思潮的一個代表 對他是持有一種否定態度 所以發生了一些比較激烈的辯論 當時我們也起草了這個黨綱 你看黨綱是我們現在看的 有的是15條 其中有一條 就是現在沒有留下來 那麼根據我們現在的進行推理判斷 很可能這一條當時爭論非常大 但無論如何激烈辯論 在同舟共濟之時 他們都有著清晰的目的 就是為了中國共產黨的順利成立 我們將選舉產生 中國共產黨中央局成員 下午5點左右 議程進入最後一個程序 選舉產生未來的第一屆中央領導機構 當時選舉的時候唱票的時候有個細節很有意思 就是唱票結果發現 進了李漢俊還有一票 當時董必武就問這是誰投的 劉仁靖說是我投的 董必武就沒說話 因為董必武感到很驚訝 就是說在會上開會的時候 民主討論的時候 我不同意他的意見 但選舉的時候我卻投他的票 包括一層劉仁靖對於李漢俊的印象 也都是非常好的 包括張國濤也說 說李漢俊是我們黨內著名的理論家 對他的評價也是很高的 下午6點左右 會議全部結束 最後12名代表低聲呼喊口號 正式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20世紀 人類社會最大的一個政黨 就在一艘畫坊上誕生 1945年4月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追溯一大時這樣講到 所謂代表哪有同志們現在這樣高明 懂得這樣 懂得那樣 什麼經濟 文化 黨務 整風等等 一樣也不曉得 當時我就是這樣 其他人也差不多 一大起航於南湖之時 13名代表背後是52名黨員 他們並不清楚未來如何 在歷史的風浪中上傳下傳 最終創造出一個國家 1950年初秋 上海黃皮南路上走來一對男女 他們不急於趕路 而是尋尋覓覓 在找什麼東西 自從1949年5月24日 永安百貨公司頂樓 升起第一面紅旗 宣告了這座城市的心聲 但市面上並不平靜 1950年2月6日 國民黨空軍曾經進行了大轟炸 但他們接受了一個重大任務 找到中共一大舉行的地方 1949年全國解放以後 中共的一大會制的尋找工作 就已經引起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 而高度重視 於是第二年 上海市委的當時第一書記 市長陳毅同志 親自召開會議進行部署 具體的由市委宣傳部負責 成立了一個機構 這個機構中負責具體尋找的 是沈之瑜 就是黃皮南路上出現的男士 後來他成為 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的 第一任館長 只是當時的沈之瑜 根本不知道如何著急 經過近30年的變遷 上海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法租界 公共租界已經消失 與華界融為一體 地名改了 原來的什麼卑列路啊 旺治路啊 什麼白爾路啊 後來都沒有了 就改成其他名字了 你不要旺治路改成新野路了 經過上海市公安局的多方查找和資料比對 最終他們發現 獨居於上海弄堂中的一位中年女人 可能會知道一大舊職理工館在哪裡 她的名字叫做楊淑慧 而她的丈夫正是一大代表周佛海 促成他們關係的就是王惠悟 回到1921年7月下旬 她當時只有20歲 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選擇 因為周佛海在上海參加一大 就經常會出現在 李大和王惠悟的家裡 所以說楊淑慧呢 就經常到他們家來玩 於是這麼一次兩次的 她就和周佛海熟悉了 然後周佛海又跟楊淑慧交往以後 當時一個《上海星報》 一個小報記者就盯上了 盯上了以後 最後去起周佛海的底吧 然後就在報紙上登了一篇 說有一個什麼號稱 好像非常思想比較激進的 先進的這麼一個青年 到了上海 家裡有老婆 有孩子 又在追上海一個某商會的 一個重要人物的一個女公子 1921年11月 她不顧家庭反對 追隨周佛海離開中國 繼續完成在日本的學業 由此她成為周佛海的第二任妻子 並為她生下一個兒子 此後二十多年浮浮沉沉 在政治上到處投機的周佛海 最終於1948年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她寡居於上海的弄堂中 直到1950年秋 與沈之瑜一起接受 尋找一大救治的任務 當年她常常去的是新青年編輯部 所以她很快找到了中共一大的測園地和籌備處 她說她記得一個細節 就是在這個陳獨秀的這個家裡 當年就是在後面他們灶台的這個地方 露堂裡面有一個水池 他們在這個水池裡邊 就天熱的時候他們買了西瓜 在水裡面冰鎮著 就地重訪別有一番滋味 昔日的理工館一直尋覓不得 最終她發現樹德里的一個醬菜園非常像 1922年李恆俊家他們搬離武漢以後 那麼24年的時候這個董正常老闆 就把這一排的房子從這個100號到108號 全部都租了下來 那麼她把它們中間都打通了 改建成了這個萬象園的醬園店 後來又開辦了這個面房 上海市宣傳部門報告之後 當年見證一大依然在世的人 被派往上海 包括李漢俊的嫂子 李公館的女主人學文書 一大代表包惠僧等人紛紛前來 建築照片也拿到北京 去給毛澤東董必武鑑定 當時他們已經是國家領導人 最終楊書慧的發現被認定是 1921年中共一大舉行的就職 李公館 隨後這裡建立了中共一大紀念館 成為上海市最重要的紅色地標 在上海之後 浙江嘉欣也於1955年著手重建當年的畫坊 王惠悟作為當事人 再一次發揮了關鍵作用 這個紅船裡頭當時就找了人 這個船制定的過程很有意思 最早是找誰呀 找了王惠悟 王惠悟大概描述了 因為他就是他提前訂的這個船 但是他後來時隔很多年之後 有些細節也不記得了 他就知道這種船是什麼 家鄉用的 包括後面有拖條小船 當時那個豐數習慣 經過多方的努力 經過毛澤東董必武的確認 1959年10月1日重建的畫坊 下水南湖 這艘船極具象徵意義 被人們稱之為紅船 它是一個象徵 就是我們個人的秘密 家庭的秘密 就像是一艘船 原先是風雨飄搖中國這艘船 今天我們中國 他好像當時心中的成立 1964年 董必武作為國家領導人之一 重回嘉興南湖 作為中共一大最重要的親歷者之一 他感慨萬千 董老這個就很上心了 所以他親自來呀 而且後來親民節又來 而且專門提詞 董老對這個提詞意義非常大 叫什麼叫 革命聲傳畫畫中 誕生共黨慶功能 重來正值親民節 煙雨迷蒙仿舊中 如今一百年過去 上海的中共一大紀念館 浙江嘉興的南湖革命紀念館 都成為中國人耳熟能詳的紅色景點 也是紅色革命的教育基地 由人如知 探尋的正是中國共產黨 從誕生之初 到成為數千萬人大黨的奧秘 也希望理解貧窮落後的中國 如何變化為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2017年 毛澤東同志稱這裡是中國共產黨的產窗 這個比喻很形象 我看這裡也是 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 作為中共誕生最重要的事件 後人不斷回溯到這個起點 尋回初心 這就是中共一大 其坐時也減 其江碧也必聚 作為原點 它將在歷史長河中一再被提起 感謝您收看本周的鳳凰大視野 我們下周同一時間